大家好 我是 Tim哥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今天這一集是 少子逼我拍的 因為下面太多人留言 一直在敲碗 省電啊 你最重要的就是省電秘記啊 好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了 iOS15省電秘記 但是因為招數一共有25招 超毒的耶 我跟你講 我這個是非常完整版的省電秘記 所以我會把它分成上級跟下級 我們今天上級 14招送給你 好第一招 來讓我螢幕錄影一下 我們今天有很多螢幕錄影 大家可以看旁邊 第一招很簡單 我們先到設定 設定進來以後 這邊有個隱私權 選下去以後 滑到最下面 有一個叫分析與改進 這裡把它點下去 這邊有一個分享iPhone 與Apple Watch的分析這個 把它關掉 為什麼把它關掉 關掉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蘋果為了改善他們的iPhone 跟Apple Watch 改善得更好 想要更加強服務 所以他想要讓他們可以自動傳送 每天的整段跟使用的狀況 所以你把它關閉的話 一樣可以沉澱 好 我們現在有第二招 一樣我們進來設定 設定後 這邊有個App Store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你看我自己都沒關 上面有個App更新項目 這邊要把它關掉 這什麼意思 它會去自動下載更新 那這代表什麼 如果你今天手機快沒電的時候 你這個還開啟 不是就更快速沒電 另外的部分 在這邊有個叫自動播放影片的時候 這邊我目前是開啟的 我建議來這邊 你可以選擇把它關閉 你看這邊有寫 如果電量不足 或Internet連線速度緩慢 請關閉自動播放 他都告訴你 所以我也要來把它關閉 來第三招 跟Tim嫂最有關的 我們就到設定 進來電池 電池有個電池健康度 電池健康度 我們先點進去以後 下面有個叫 最佳化的電池充電 這邊把它開啟 這非常重要 因為你電池 如果是低於80%的話 表示你這電池已經老化了 所以他這邊會去學習 每天充電的模式 像我今天早上睡覺的時候 他也跳出來 我有個截圖給大家看 他有跳出來 說我幫你調整為 最佳化電池充電 很聰明 但是為什麼要Tim嫂呢 因為Tim嫂最常用的是 電池健康度下面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你耗電的元凶 是誰 你這邊看得出來 像我呢 目前看起來 完了 我不敢說 大家如果 對 他23% 所以 這一種耗電元凶的 記得要不用的時候 要把它關閉 不要讓他在背景 在那邊運作 知道嗎 好 我們現在第四招 我們現在到設定 設定選擇一般 一般呢 這邊有個叫背景APP 重新整理 你把它選下去 選下去以後呢 這邊你就把一些 你覺得要在後台 可以自動更新的APP 開啟 不需要就把它關閉 像我什麼9號出行這個 這台已經被導演拿走了 所以我把它關閉 我不用更新啊 然後還有這邊蠻多的對不對 這個我也不用 你就是關閉 你覺得沒有必要的 這邊 記得開啟 有需要就好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兩招 一樣在哪你知道 到設定 設定呢 選擇隱私權 然後上面有一個定位服務 當你把它選下去以後呢 你把一些用不到的定位服務 就把它關閉 甚至於呢 你一口氣覺得 我都不想讓這些APP定位 就把上面那個定位服務 把它關掉就可以 如果你是有開啟的 會變什麼呢 舉例好了 我這邊呢 有一個APP 叫跑馬燈 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準確位置 就是說 如果把它開啟的話 他們都去定位你 當然你就會耗電了 這個時候你選擇永不 有沒有看到 它就一併 就是整個都把它關閉掉 你就有去選擇 你的APP 哪一些呢 是需要關閉的 回來以後呢 我們剛在定位服務對不對 那我們回到隱私權這裡 一樣在隱私權這一頁最下面 這邊有一個Apple廣告 Apple廣告這邊有個個人化廣告 這裡把它關閉 關掉呢 一樣不會讓你造成覺得太耗電的地方 另外下一招非常的重要 第七招其實也是在隱私權裡面 那為什麼我說這一招非常重要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先點進去好了 我們呢 從隱私權在最下面 有個叫記錄APP的活動 那這邊呢 你可以把它選下去 選下去以後呢 我目前是關閉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幹嘛 我剛剛都在教你什麼關 怎麼關對不對 反而這個呢 我希望你把它打開 知道為什麼嗎 它可以讓你去看 這七天 哪些的APP 有在背景去存取你的資料 或去用你的數據在使用 你就可以從記錄APP活動這邊 讓你看得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哦 原來就這幾個APP 有在做記錄哦 所以這個地方你反而要把它打開 然後呢 它這個時候 它就會來回報給你 這個地方非常重要哦 好 我們接下來第八招 我們到設定 然後設定一樣 輔助使用 那輔助使用這邊有個叫動態效果 這裡把它選下去 選下去以後 這邊有個減少動態效果 關閉它 還有什麼 自動播放影片預覽 也把它關閉 然後你再跳回來以後呢 我們再追加一個第九招 一樣 都在輔助使用裡面 它這邊有一個叫助聽裝置 我把它點進來 如果你有開啟的話 記得去把它做關閉 這樣就好了 好 第十招呢 一樣 我們到設定 設定這邊有個個人熱點 平常不用的時候 你就關閉 為什麼我按關閉呢 因為有些人會 允許其他人加入 那時候一直開著 這邊就是把它關掉就好 有需要再打開 然後第十一招 你有沒有看到我現在是連5G 但事實上 如果你的環境是可以連到Wi-Fi的話 就盡量連到Wi-Fi上 為什麼呢 因為連Wi-Fi 會比你的行動網路啊 比如說你的訊號不加 或是連5G 你訊號不加的時候 它會就一直搜尋 那你的iPhone呢 其實會來更耗電 還有一個地方 你看 我馬上也把它連到我們家的網路 還有一個地方也非常重要 一樣 右上角往下滑 第十二招了 AirJob沒事要把它關閉 怎麼關閉呢 它怎麼都開著耶 你要關閉 你看我現在是開著 好等一下我先按下去 我先關閉接收 為什麼要關閉它 因為呢 如果一直開著的話 它會一直在後台 會做運作 那在最後運作的時候呢 它也會導致耗電 而且你知道AirJob 也會有一些陌生人很無聊 他會傳那種什麼露...露對不對 欸 你是要讓我黃標是不是 就是 把一些奇怪的照片或影片給你 問你要不要接收 所以這個時候呢 也可以保護你自己 所以AirJob有需要的時候 再開就好 好 第十三招呢 就是在iOS15有那個Widget的小工具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小工具呢 其實沒有 應該是iOS14就有了 因為你知道很多的小工具的功能 會需要一直定位 或者是呢 繼續在背景做處理 那這時候呢 它也會耗電 所以你該怎麼做 一樣 往右滑 滑到最下面 有個編輯 編輯下去以後 你就看 哪一些你覺得不需要的 一樣 就給它關閉掉 這個時候呢 一樣 它也可以幹嘛 幫助你呢 省電 好 那我決定 我們直接來最後一招 最後一招呢 就是在桌面小工具 好像我自己有桌面小工具 那桌面小工具呢 有兩個 建議是不要放 哪兩個 第一個呢 就是天氣 第二個呢 是地圖 為什麼呢 因為你放上去的話 它是不是也是等於會在背景 剛你講說天氣怎麼樣 跟地圖定位相關的 所以你不要把它放在主畫面 你反而可以放在堆疊小工具 堆疊小工具呢 你在平常沒有使用的時候 你就顯示其他資訊 但要換到 比如說天氣或地圖 你再把它轉到天氣或地圖 那這樣子 其實也是可以防止耗電 好 各位 有沒有喘一口氣 沒錯 我今天呢 是14招 少子這樣可以嗎 實用 好 那我們就下一支見 拜拜